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索文思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一 今天我们要谈一个话题 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天我们A股走势整体还可以 到了20个点 但是如果你看到人民币的走势 那你可能就心惊胆战 为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人民币目前为止 今天一天中错了有300个基点 现在已经贬值到了6.84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已经贬值到了6.84 就人民币在大规模的贬值 而且我能跟大家讲的是 不仅人民币在贬值 韩国的市场 韩国的股市目前为止也在贬 而且贬的比我们还严重 我们呢只是创了23个月的这个新低 韩国是创下了13年的新低 韩国的货币基本上 就是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已经可以用崩盘来形容 就韩国已经处于崩盘状态 你就你一年就贬值了百分 超过百分的十几 就基本上可以断定你这个货币 这个贬值 就等于说你全国的商品打了九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中国市市场在变 而且整个亚洲的市场几乎都在变 包括日元日元这两年没有创新力 但是我相信创新力这个很近了 大家可以看到美元对日元 美元对日元 美元对日元目前为止也139现在137也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看到美元对欧元对欧元对美元 欧元对美元 马上就要创下新低了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就一步了 现在已经是一块了 对吧 欧元跟美元差不多 对吧 那么英镑对美元 大家可以看到英镑对美元 你们看 你基本上接近一块 那么整体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包括人民币为什么会突然创下新低 这里我讲三个点 这三个点如果你理解了 你当下的对整个股市的走势 你差不多已经理解了 第一个 现在人民币创下新低 人民币毕竟是一种商品 对国际市场来讲就是一种商品 它是根据你的经济 这个整体情况来的 我们现在经济下滑确实是很明显的 而且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天我们在玩降息 美国呢 在玩加息 加息 它的这个货币在往上涨 零售当然 那我们在玩的什么 我们在玩降息 我们在玩的是 要把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利率给降下来 让老百姓贷款100万 现在如果你贷款100万的话 现在只要还97万 对吧 那为什么少还3万 少还3万就告诉你 这少还3万 你就把这3万拿来消费 对吧 那拿来消费 实际上是从银行那个地方 把利润给老百姓 实惠给老百姓 但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的人民币一定是偏多的 人民币偏多 自然而然走向贬值 美元那边还加息 还升值 你这边还搞贬值 还这个 还降息 对吧 还搞贬值状态 那自然而然 我们的货币手法下走 这是第一个 我们讲的第一个原因 那这里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有很多人这两天 就是我们业内的很多首席 但是像咱们这个水平 我完全跟人家不带一个档次 对吧 那些能说得上话的人 有很多人 我看那个 其实也挺糊涂的 他讲什么事 他说我们现在搞双宽松 特别是货币的宽松 那你说我们 RM2目前为止 已经到了12%了 你还要宽松 宽松到哪呢 宽松到什么地方去 对吧 宽松到什么地方去 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因为为什么 如果你宽松多了 你就货币多了 显然股市里面 它不一定来 因为没有利润呢 怎么办 到房地产去 他的意思就是 很多人意思 还要把房地产给轰一波 不能让房地产塌下来 新咱们说是好的 但是 对吧 你说这房地产 如果再往上走 那就是日本平成时代 日本的平成时代 1989年到2009年 30年的时间 整个日本房地产 崩盘状态 全社会都在去杠杆 都在去杠杆 大家可以看到 当时 就日本 我差点去闲话 日本经济停滞了30年 大家知道吗 就日本老百姓 那有很多时候 我们作为企业 对吧 应该来讲 以盈利为第一目的 错错错 不是 在这种经济下滑的时候 他会发现 根本就不是考虑怎么赚钱 而是考虑怎么减少债务 你们有没有发现 在近期的时候 就是经济不好的时候 我们现在很多老百姓 在提前还款 对吧 在提前把房地产给还掉 在提前 他没有考虑到 我能挣多少钱 我投资能挣多少钱 他是 我先把他还掉 日本当年就是这样 那日本当年 在这种情况下 他房地产崩了之后 日本的情况是什么呢 日本的股市 就跟着房地产一路重挫 重挫了三十年的时间 各位是三十年 从三万八千多点 一直跌到六千九百九十四 三十年 日本落幕 没了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我们还能不能再去搞房地产那一套 那肯定不行的 所以你说 这往前 这个硬钱肯定是不行的 那硬钱如果不行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我们还在搞宽松 还在释放消费 人民币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创下的这种新低 其实跟我们单下短期的这个政策 是有关系的 第二个我们讲 美元的指数大转 人民币被动贬值 什么意思 美国人呢 这一段时间 其实你们如果 就是大家喜欢看 国外的这些新闻的 他认为 就前一段时间 为什么美国的指数 在往上走呢 美国的指数往上走 是有原因的 大家认为 哎呀 美国的通过膨胀指数 好转了 我们从9.1降到了8.5 对吧 现在我们肯定不加息了 我们加息的速度 可能往下降 从75个基点 会降到50个基点 甚至会降到25个基点 缓缓的再往上加 所以我们的市场 开始恢复了 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观点之下 大家可以看到 市场是很诚实的 你看到美国的美元指数 怎么做的 对吧 美元指数怎么做的 而且美国的通货膨胀的情况 没有好转来 哪里好转 你们仔细的去看一下 那个讲那个 饭茄酱的那个事 就是美国的饭茄酱 还在往上串 而且你们不仅是 整个的美国市场 欧洲也是这样 欧元区 现在通货膨胀率 就平均的 通货膨胀率 欧元区有 我看欧盟的话 有20多个国家 对吧 将近30个国家 基本上 接近10%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 接近10% 我的老天哪 那你这东西得涨多少 对吧 这整体物品 而且是扣掉了 这个 我们讲 食品的上涨 还有扣掉了一个 这个 这个能源的上涨 你们看看能源 这两天 整个天然气 又创下了历史新高 欧洲 现在还没到冬天 你看看这情况 你到冬天 还不知道涨到多少去 据说 欧美国家 现在的电 大概是4块钱 一度电 4块钱一度电 老板爷就开一晚上空调 可能就几十块钱没了 那一年下来 差不多 要3万块钱 保守估计 按照现在这个价格 3万块钱 你交电费吧 你收入才多少钱 你交3万块钱电费 对吧 这个都 咱就没法说 但我觉得普京 应该来讲打能源牌 这个耗到底 对吧 就给亚耗到底了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 应该来讲 最后来 欧洲肯定要投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 它美元指数大涨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人民币被动贬值 还是要加息的 不仅美国要加息 欧洲也要加息 欧洲也要加息 美国也要加息 那你想想 对中国来讲 我们就算不动 对吧 人家在升值 咱们就相当于在贬值 所以这是一种被动的贬值 被动贬值 但是我个人认为 现在经济衰退 就是欧美的国家 经济衰退 基本上是确定的事 如果大家喜欢 研究宏观经济 或者是在研究 这个股市啊 什么的 对吧 你应该能够感觉到 你们看看 欧洲 这个美国人 天天跟我们打芯片 搞芯片 搞来搞去 对吧 得到了什么 你看英特尔 多么好多公司 现在是多少 现在是多少 你自己看 66 跌到35 对吧 34 你信不信 如果这事 如果成行了 就是说 芯片的四发联盟 如果成行了 杀敌1000 自损1200 中国设夺之中 你华尔街的 所有的股票 全部崩掉 所有科技类型的股票 所以这两天 我不知道 其实我挺气愤的 就是我们公司 也有些 这个 小年轻 对吧 在买苹果14 对吧 对吧 我就不好说什么 对吧 这都搞成这个样子了 人家 我们中国市场 是苹果的20% 左右的市场 对吧 打了你的芯片 对吧 把你的华为的 这个手机给打下去 对吧 他依然是老大 结果你还得 去追逐他的产品 我怎么说 难道苹果不能用 难道我们中国的华为 小米不能用吗 对吧 我反正是不用 对吧 为什么 我个人认为 我用了 我心里面不得劲 都搞成这个样子了 还得用 我个人认为 如果说中国老板 真的齐心 大家都不用苹果 那苹果的库口 肯定会跑到 跑到这个美国去闹 对吧 你打 你跟中国搞 你搞现在咱们没市场 咱们现在股价暴跌 对吧 苹果如果股价暴跌 当然不好说 对华尔街来讲 他肯定是得 去跟美国的政客去干 对吧 如果华尔街的 所有的股票 对吧 重点的公司的股票 都因为中国市场 产生暴跌 你看他 是不是会跟他去作 但是中国老百姓 如果现在依然在追逐 苹果手机 那你说苹果手机 它怎么可能会跌 对吧 苹果手机依然销量很好 在中国还能挣大的钱 它自然而然 它还是非常 就是赚了钱之后 它再跟你干 你说你这碗人怎么整 第三个我们讲 中国芯片 目前为止 创下芯片 还有这个创下新低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芯片 被司法联盟的 这个卡脖子了 那么地缘 还有一个就是地缘战争 就导致了整个现在的资本 在往外流 整体资本肯定是往外流 你不要看股市 股市现在是日常流动的 对吧 整体的资本 其实是外流的 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一件事 就是富士康 就是工业 工业复连 这个就富士康 富士康的老总 已经开始投 到越南去投去了 看到没有 三亿美元 但是投的钱不多 但是这个信号极其重大 这帮孙子 这帮人 对吧 到底是什么心态 真的希望统一吗 对吧 你仔细想想 个人认为 如果这个就是资本外流 就是一种资本外流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想看 你的人民币 如果资本能在外流 拿美元去 对吧 抛人民币 自然而然 人民币在往下走 但是我 你觉得呢 在这里面有一个东西 大家可以值得注意 就中国整体的经济转型 目前为止 风光离主车 这几个方向 应该来讲 已经初步的见到了雏形 有雏形 即使它打 即使资本在外流 可能也不会造成根本性的影响 不会造成根本性的影响 那么这一次啊 就是我们的整体的这个货币 就是现在人民币在往上贬值 今天按照道理来讲 大贬值 那股市肯定是走不上去的 但今天还往上走了 其中也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降息的这个事 降息这个事情呢 多少 降息这个量本身不大 这讲实话 你说我减少三万块钱的还贷 我就一定会消费 那可不一定 但是这个态度表达极其重要 它是一个态度表达 就告诉你 我在盯着市场 对吧 那么什么时候 A股开启上涨了 我认为老百姓如果开启消费了 你看那个涉容数据 如果整个的涉容数据再增加 那就说明老百姓开启消费 敢杠杆消费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有可能就会往上走了 而且呢 我认为就是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的 只要我们结构调整的得大 政策运用的比较准确 因为我们金融没有完全开放 A股大跌可能性不大 即使我就从我们的宏观研究来讲 欧美的股市 未必能够保得住 可能还会重挫 甚至创下新低 创下比较严重的这个状态 因为在这个七十年代的时候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 你们仔细看那个图 它十年就是停止的 它杀了 就是说遏制你 它自己也会停止 它就是智障状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能跟随的情况不一样 中国呢 目前为止风光离主车 这几个方向 还有电网 电网这两天 这两天呢 因为这五个方向 风光离主车 五个方向是轮流在走的 今天是风 明天是光 后天是离 今天是这两天又是这个 新的原车 新的原车有政策 说这个又把这个补贴延长了 然后还有电网 这两天这几个方向 有的 今天你涨 明天他涨 但是 这几个方向都是好方向 就目前为止整个A股当中 也除了他们这几个方向 其他方向 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弄的 对吧 那么如果在这几个方向 那这几个方向 是不是很非常好弄的 那也不一定 这样实话难度也是很大的 但是整个方向 对了 比你瞎搞 对吧 去乱搞一通 那可能还要好一些 但最好的方式 实际上是大家减少在市场上的操作 尽等整个政策出来 市场出现 这个翻天覆地的情况 产生系统性反省 那是最好的 好 详细的内容 大家参照索文斯的文章 如果你找不到索文斯的文章的话 那这个 相互直接在评论区说一下 好 今天我们重点就讲到这里 大家关注索文斯的文章 关注索文斯的视频 如果你手机有电的话 长安点赞计点个赞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订阅